大家好,欢迎收看燕红的手工视频 本期是半面妆系列视频的第二期 前面给大家做了耳环部分 如果有想看耳环制作的小伙伴 可以翻看我前面的视频哦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半面妆项圈的制作 首先我们准备好材料 中间的这个金锁的款式我们稍微的做了一些调整 把准备好的界面摘在金锁上 中间是猫眼石 旁边是幻彩的半面珍珠 接下来我们将金锁与项圈相连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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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注意一边需要上一个可以打开的开关这样方便佩戴 我们的相圈主体就做好了 将三颗金锁做成花心 穿入莲花配件中 绿相圈底部相连接 接口处可以用热绒胶再次固定 以免花片固定不牢固 这个花下面有一个吊坠 接下来我们来做金锁下面的吊坠 一共是五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项目 这里做的是项圈中部的花 是用五片叶子形状的铜片做成的 将花做好后先用热绒胶固定在项圈上 铜丝上记得要穿上三个连接环 这个部位一共是三个吊坠 项圈的顶处途中有一个绑带 我们这里用扁铜丝代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成品吧 是不是很简单呢 有小伙伴要加作业吗 接下来我们将陆续完成 拌面装系列视频的其他的部分 有想看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后面的更新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